好,大家好,我们今天的国际七宫太极养生学院 这个举办的2021年首场公益活动讲座现在开始 那首先欢迎来自于世界各地的朋友们 我们国际七宫太极养生学院呢 这个几年通过微信平台 那我们有一个国际太极养生养生论坛 那我们举办了大量的讲座 那这个今年呢2021年呢 我们这个通过这个Zoom这个平台呢是第一次 那今天呢我想介绍的主要内容呢 是关于抗议的话题 现在呢中国的疫情应该呢 虽然控制的还是比较好的 但是世界各地 欧洲啊美国啊南美就等等 依然是疫情非常猖獗 所以说呢我觉得我们 我也应该做一点事 所以呢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参与啊 和捧场那也要感谢这个Zoom这个平台 那我们能够相见 所以今天参加我们这个公寓讲座的呢 有我以前的这个老师啊 同学朋友 还有呢一些不认识的朋友 那尤其是这个孙启明老师 那我们是199091年啊 我们是199091就认识了 这么多年也一直都没能联系得上 那也通过微信的联系上了 所以非常开心 那很多朋友呢是了解我的 但是还有呢 不少的朋友也是不太了解我的 所以说呢我想 先把我自己呢 这个推荐给大家啊 介绍给大家 这样也让大家 和我这个将来的互动呢 会更加 更加好一点 这个叫 了解老师嘛 这个随时呢我想介绍一下我自己啊 我卸一下这个屏幕 我呢是这个1990年啊 1985年到1990年 这个五年呢是在南京中药大学 在南京中药大学学习中医 那我的本科专业呢是中医类科学 那90年以后呢 我大学毕业了以后非常幸运 被分配到这个江苏省 气功科学研究会 充实气功的推广和调研工作 也就是在那个地方 工作的两年当中呢 认识了我们江苏啊 还有全国的知名的气功师 那也包括刚才我提到 孙启明老师 那也就是我们1991年 1990年在江苏省气功科学研究会 那我们举办这个 学术交流会的时候 见面的 那92年到2005年呢 92年的时候 我们南京中药大学 开设了养生康复专业 那其中呢 开设一门学科叫中医气功学 因为中医气功学这方面的诗诗力量呢 比较薄弱 因为以前很少有培养中医气功学的老师的 因为我在江苏省气功运会工作了两年 那接触了大量的气功名家 从他们那儿试得了很多的一些 非常好的功法 所以说呢 我们南京中教大学校长呢 就把我调回母校 养生康复教研士 人教 所以我觉得非常的幸运 所以可以说呢 这个气功 气功是我的一个 气功是我的一个life 气功是我的生命 是我的这个 生活的工作的一个主要部分 在2019年到2005年的 这个十几年当中呢 我还不断的学习 我的本科是中医内科 就是开厨房的 这个中医是大卖啊 给别人开中药房 那我又学习了这个 针究退拿 然后2005年的时候呢 获得了这个针究退拿学的 这个博士学位 然后呢 我们全家有了一些机会吧 就移民到了英国 那么在英国呢 一直这个做中医临床 中医啊 针究啊 另外呢 气功 也是一个重要的特色 介绍过我的病人 那这个2005年 2015年到现在 这个5年当中 那我呢 还在这个瑞士 这个行医 另外呢 跑遍了几乎 欧洲的绝大部分国家 以及南美洲 利用这个周末的时候 和假期的时候 被世界各地的很多朋友们呢 邀请过去 传授 中国传统 养生气功 以及这个气功和针究的结合 这张图片就是在去年 应该是前年了 2019年 我在巴西 在森堡楼 这个举办的一个 少林气功内经济支撑学习班 因为在1985年的时候 大家知道 那个时候 全国 全中国 是气功日朝的年代 大家坐下来交流 谈了最多的话题 就是 如何练气功 如何保健 如何通过练功 使自己的这个 身心灵 得到提升 就不管是身体的健康 还有心理的健康 以及这个 智慧的开发 所以说呢 我也就是在那个年代 从1985年开始 开始 这个学习气功了 这个图片是 1996年拍的 在巴黎 就是巴黎岛 印度尼西亚 非常漂亮的旅游圣地 1996年的时候呢 我有机会被邀请去 这个雅加达 工作了一段时间 拯救啊 还有重拾这个 气功的教学 然后有机会呢 去到一次巴黎岛 当时我在大学 里面的时候呢 就和一帮 对气功感兴趣的同学们 在一块练功 每天都非常刻苦 真的是非常非常刻苦 我就在进场 是早上 这个六点钟之前 就起床了 最少要练一个多小时 然后到了晚上 也是要练一个多小时 两个小时 大家那个练功的热情 特别的高 那这张照片呢 是 这是我的同学 这个一个年级的 就是在1988年的时候 我在大学三年级 到南通地区的 一个中医院 去见习 临床见习 就是跟那老师后面 学学怎么看病 当时呢 我们一帮同学 就在那个 当地的体育场 很大的一个广场 每天早上去练功 诶 一帮老人 老头老太太们 看到我们 这帮年轻人 在那练功 特别的有兴趣 诶 说你们练的什么 那我说我们练的 少林内经一直缠啊 他们很多人说 哎呀叫我们吧 所以那年的暑假 本来这个三个月 一月里面 见习 应该要放暑假了 那帮老人都说 哎呀 你能不能 逗留一段时间 所以我在那都停留了半个月 把这个少林内经一直缠 这个完整的教给了他们 那这张照片呢 是我们当时在南京中央大学 当学生的时候 呃 弃工收团 弃工协会的 这个老师和同学 其中这里面有一位 那我就不止给你们看了 现在是南京中央大学的副校长 那当时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呢 呃 当学生的时候 啊 我就非常乐意的举办了 举办很多次的 这个气功 公益活动 请老师过来啊 你不如我们这个 就是叫 欧美建县派气功学习班 好几十个同学 呃 这个 孙老师 孙启明老师啊 刚才提到孙启明老师 应该不陌生啊 这个证件 这个呢是 呃 我们江苏省气功引学会 啊 曾经搞过一次 江苏省的这个 这个培训 就是培训培养 气功老师 就是通过 这个临床 理论的 这个临床的 还有工法的 呃 学习 然后考核 那你可以 这个 呃 掩饰 你拿手的工法 然后呢 通过考试以后呢 呃 由江苏省气功 研究会 发挥这个 发挥这个 这个证 这个证呢 应该说 是 具有一定权威性的 你可以在江苏省 啊 境内 教气功 教你这个门牌的工法 所以我希望 我们这个 这个群啊 就是 国际气功太极养生 学院群 呃 我希望呢 每一位 啊 你们 不仅仅把 这个自己的工法练好 啊 自己好好练功 真的是非常希望 大家把 你自己的练的工法 或者是 今后我们要学习的一些工法 好好的学生 学透 学经 你们也 你们也能成为 啊 气功老师 呃 因为 世界 对气功的需求 对太极的需求 对养生的需求 市场是非常大的 很多人想学 但是找不得很合适的老师 所以说呢 我搭建这样的平台 啊 目的 就是想通过 这个 这种方式的教学 我们通过视频的教学 也希望你们 啊 通过这个 一段时间以后的学习呢 也能 去教给你们 生病的一些朋友们 今后呢 我们希望 举办一些 啊 气功师资的 学习班 那气功师资班 呃 这上面的 两位 两张照片呢 那左边的这一张 是 雀饿水 啊 是我的师爷 呃 右边的呢 是王瑞婷 是我的师父 我的老师 他们是少年内经 一直成的第十八代 和第十九代传人 那少年内经 一直成这个功法 大家可能不陌生啊 如果说 对于我们八十年代 上个岁九十年代 啊 乃至于到九十年代后期 那对气功有兴趣的 那朋友们可能 都了解这个功法 应该是 在中国 气功界的话呢 应该所以这个 top five 亲五名的功法 那这个是 九九八年 我当时已经在 南京庄教大学 工作了很多年了 这个是少年内经 一直成的 亨天无还 那这 从八五年到现在 也三十五六年了 在这么多年的 这个临床工作 教学当中呢 那我把这个 气功和 中医针灸 推拿点续 结合在一块 我自己呢 提出了一个疗法 叫气针 导引疗法 心理导引therapy 因为我的名 用我的名字 于宏 架在前面了 因为可能 其他老师 其他老师的 这个方面的 这个治疗方法 那呢 我呢 有我自己的 如何将针灸 将点穴 将练功 结合在一块的 所以我 加了我的名字 所以气就是 我们通过练功以后 可以把 内气 这个发出来 我们称这个叫 歪气 叫内气 歪法 当然内气 歪法 需要通过 一定的功法的 这个特殊的 训练有素 你才能 把这个功 给发出来 我们称这个叫 歪气 内收 内气 歪法 有很多功法 都可以训练 发放歪气的 当然这个里面 比较有名气的功法 就是少年内气 一致禅 当然 还有 这个 龐恒明老师的 这个智能工 那他那个是 他的基本概念 是 混文气理论 那这个进口呢 但我们都 会有机会 详细的介绍的 这儿呢 我就不具体 展开 但是说了 那这个里面 有歪气疗法 这个内气疗法 如何集合 这个以后 我们有机会 再介绍 那刚开始的 这个1999几年 1988年的时候 就是这个歪气 这个当时 当然对歪气 很有争论 很有争议的 那有的人说存在 也有的人说不存在 其实我进入气功之门 也就是被气功歪气 所吸引的 因为1985年的时候 那当时 王瑞婷老师 她是上海人 但是她是 南京的女婿 她张母娘家在 她老婆是南京人 所以她到南京来 搬搬 在南京市 五天层体育馆 然后她到我们 南京中学大学 来举办这个 沙伦敦建一致臣的讲座 她的演示 让我觉得这个气功 太神秘了 我觉得她在我们 南京中学大学 那个大礼堂 做讲座的时候 几七人的大礼堂 座无虚习 有的时候说 这个 把门 把门框都挤破了 那次真的是一点都不假 同学们 这个为了去听讲座 把那个大礼堂门都给挤破了 真的挤破了 那这个老师呢 她在 演示的这个 方法呢 就是 劳工学 对着那个患者的摆绘 然后呢 这个 在 不靠到患者 这个 塑导她的 手三阴啊 手三阳啊 坐三阴啊 坐三阳这些经络 患者的肢体 手啊 脚啊 都不由之主的 在王老师的这个 外气控制上面 动起来 哇 我当时觉得 太神秘了 我不相信是真的 但是 的的确确 老师演示的是真的呀 那而且 主师爷 缺恶水 他也是以这方面建长 他的这个外气导意 那有一会之后 我可以把这个 当时的这个老的视频 找出来 发到群里面去 给大家看看 那么我在 从85年 0到88年的时候 就是0到3年以后 就是我在医院里面 呃 见习的时候 那段时间 有一天早上 那我的一个同学 那正好呢 这个绑子不舒服 绑子 好像晚上睡觉的时候 姿势不准备什么的 绑子第二天早 不能抬 然后我说 那要不要 我给你试试用 气功外气来治疗一下 就在 这个饭堂里面 就在这个食堂里面 吃早饭的时候 那我就 想象啊 当时王老师是 怎么用外气治疗的 就模仿他的动作 给他树立他的 手材阴啊 手材阳啊 这个监狱啊 监狱啊 监警啊 跟他折腾了一会儿以后 就发现他那个手啊 又巍巍的 在我的手的颜导下面 动起来了 那是我第一次 做气功外气的尝试 就算成功了 特别的兴奋 特别的激动 所以相信 气功外气是存在的 所以在 1988年以后 哇 练功更加苦苦了 一天练 三个小时 四个小时 所以这个里面的几张照片 那反复是95年 96年 就每一年 这个我选取的 几张经典的照片 像这个小孩 就是脑瘫 这在我的教研室 在养生 年轻重要的养生库 教研室 这个小孩 因为这个 他妈妈生他的时候啊 这个 生产的过程当中 可能这个 这个用这个产钱 这个头颅啊 会受到挤压 所以这个小孩 生下来以后呢 他的这个 听力 和这个束花功能 受到很大的影响 所以通过我 三个月的治疗 没有用证据 就单纯的器官 这个小孩就能说话了 而且能听到 基本上就会不正常 所以特别的 让我很惊讶 那器官外气 以后大概治疗了六次 尿床就控制了 那说明说一下 尿床 小孩尿床 气功 配合针灸 效果真的非常好 我前几天 还有个病人 那我现在在瑞士 在Renau 那有个小孩 小男孩 八岁 每天晚上尿床 他妈妈是我的病人 然后他妈妈 把他带过来了 所以每个星期 有尿床三次 然后我就给他用 器官外气 配合针灸 八岁的小孩 他很勇敢 能接触针灸 治疗了第一次 这个 本来呢 是 约了十天以后再来 因为在国外这 做针灸 一边是一个星期一次 他十天以后再来 十天以后再来 他跟我说 谢医生 道德谢 当时你第一次 治疗完了以后 小孩一个星期 都没有尿床 但是一个星期 这以后又尿了 我说我当时跟你讲 你一个星期 要来一次 你这一次 过了十天 然后他下面约的时候 就一个星期 五天 就来见我一次 那治疗几次以后 基本上已经控制住了 这个其他的照片 我就不再都介绍了 这个小孩 我想说一说 这个小孩 2001年 这个小孩真的很可惜 他已经离开人世了 2001年 讲起来有点伤感 最小孩是德国西门子公司 西门子公司 亚庆奔驰 就是住德国的西门子公司的 那个 就是叫什么 亚庆 不是西门子公司 奔驰公司 就是住扬州的 有一个 他们一个分公司 他们住在哪呢 住在南京 住在南京 一家住在南京 真的是很遗憾 这一家在2001年 还是2002年 被 这讲起来非常不好 被几个 几个几个人 叫他谋财害命 一家都被 被杀害了 我每次 我讲到的时候 我都 连怀他们 这个小孩就是 记住测纹 记住测纹 经过 这个 一段时间的治疗以后 明显 明显好转了 孩子 那 细功呢 不仅仅是 这个单纯的 它不是单纯的一种疗法 它可以和我们 临床上面的针灸 推拿 这个牵引 包括我们 中医的大脉 把它结合在一块 这个呢 都会提高疗效 和提高诊断 提高诊断的这个 这个效率 那这个是我在日本 2001年才去日本访问的时候 那就是用 气功 大脉 那给患者 很多的患者觉得 这个诊断非常的准确 那这么多年的话 那我已经把 针灸和 大脉呢 已经就是 结合的 非常好了 已经 这么多年的时间嘛 所以说 临床的诊断率也比较高 这个图片呢 是 最近 就是 过去的这个 30年 过去的30年 我用气管外期 去治疗的 一些不同的 一些病例 那我想说一下 这个病例 就这个病例 是一个 2004年 我刚才不是说 2005年 我全家移民英国吗 2004年的时候 我来过一段时间 英国 当时呢 在一个诊所 有一个 有一位患者呢 他是一个武术老师 就是叫 叫全技的 他不领气功 南非人 但是定居在英国 因为他说 哎呀 到底是 我这个绑子 也是绑子啊 幼金 在前一天晚上 在叫这个 和学生对练的时候 被一个学生替上 他说 今天晚上 我们还有这个 40几个人的 一个学习班 所以你能不能帮我 哎呀 我说 这个时间很紧 很紧迫啊 你这个下午来 你晚上还要上课 所以我说这样吧 我用外期心 给你治疑 他说什么叫外期 我说你不要管 什么叫外期 你你你 你就躺着就行了 然后呢 我们一个秘书 一个前台秘书 拍下了当时治疗的经过 那这儿我好像还有一个视频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 这个不再都说了啊 这是韩国学生 这个视频 我发给大家 我都放来看一下 看能不能放得了 好 这个呢 就是他的一个绑子啊 在我的这个外期的导演下面呢 不由自主的 刚开始是不能动的 然后呢 就慢慢抬起来 整个绑子就 完完全全恢复正常的 也就是几分钟的治疗 那这张图片呢 这个视频呢 呃 更有意思 这个学生是台湾 台湾的一个意识代表团 大概有三四 三四几个人 呃 在19001年还是02年 来到我们年轻中央大学 学习针究退拿 然后呢 我去叫他们弃工 当时我还非常年轻啊 就是2001年02年嘛 就15年 20年前了 我看上去 比他们 因为他们年轻都比我大 所以我站在讲台上面的时候 他们都 不相信我 我从他们眼前可以看得出来 因为硕实在 学生对老师不相信 这个课就很难上 然后其中一个学生就 举手 说 老师你能不能演示个什么 给我们看看 气功到底是什么 有什么多大的能耐 我说气功不是用来表演的 但是没有办法 既然你没有提出来 我说这样吧 或许表演会失败 但是失败了 我们也得把这个课给上下去 因为这学校部这个我的任务 所以这个不相信气功的同学 他不相信气功 其他的一些同学 适合告诉我 他不相信气功 然后呢 他就 他快头比我大 我还是比较 比较瘦的 比较sliming 比较苗条形的 他 他 上次我的双背 那个体型 躺在这条床上 我刚开始给他发功 给他摆灰啊 给他这个 这个风湿啊 坐三里啊 这个杨林全 给他点穴啊 倒气 五分钟 一点反应都没有 我真的有点慌 我脑门都冒汗 然后呢 我就 一人乘坐啊 这个 气场暂停 给引导 把这个气怎么引导 给怎么弄 我还继续乘坐的去做这些 大概到第六分钟左右的时候 我看到他的右脚 心灰动了一下 我马上夹到这个 导引的幅度 成功了 他的整个的腿 在我的外气的控制上面 他根本没有把控制他自己 大幅度的运动 所以当时这动作 像是他的 是这个 他们的同学 有一个学生 拍下来的 那那个时候我们 呃 工作有摄像机的人 对不动 我也没有摄像机 他们台湾学生 当时应该比较富有一点 他们对摄像机 把老师上的 全过程 全拍下来 因为他们回去以后 把这个视频 发给我 本来是 呃 上这个 半天的课 结果他们要求消防 给我 又安排了 这个 大概是一天半 还是两天 把整个少年内经 一直以前都交给他们 他们回到台湾以后 他邀请了一个 台湾未来电视台 专门到南京庄压大学 拍摄了我的 气功养生 三十六级 在台湾放了两年 那这个呢 是我介绍给大家的 我这么多年 就是说气功的 临床治疗 呃 目的呢 是为了给大家信心 就是这个气功啊 通过练功以后 不仅仅是我们的自己 强身健体 提升正气 而且呢 训练有素者 还可以去 用气功 歪气 去帮助你的家人 帮助你的朋友 帮助患者 所以这是 已经多么好的事 那今后呢 今天是我们的第一次课 第一次活动 在今后的岁月里面呢 那我希望呢 我们大家一块学习 你比如说 以后啊 我会每个月 举办一次 公益讲座 那每一次课呢 我会介绍给大家 一些不同的功法 因为今天是第一次嘛 那我本来是要介绍 这个快乐 抗议六识 那今天再为一个开场白 还不能 完全的把这个 快乐抗议六识讲完 所以下面呢 我想 这个月 再为这个第一次公益活动 我想把这个活动呢 再延长几次 就下面的三个星期 下面的三个星期 同一时间 同一频道 同一个年纪 和同一个密码 同一个时间 我会详细的把这个 抗议 这个太极七公六识 详细的介绍给大家 以后呢 我们还会学习 七公太极二十识 这个以后呢 少林内经一指禅 八段经 一经洗髓经 抗癌功法 五情细六字诀 智能七公系力 包括太极拳 二十四识 四十二十五十六识 这都是以后我们要安排的这个课程 好了 那今天的介绍呢 就到这个地方 下面呢 还有 还有几分钟的时间 我带大家 练一会儿 进攻 应该是动静即合的 如果说这个 这个这个视频停了 停了就停了 我们能立到什么地方 就立到什么地方 因为我们的设置都是四十分钟 四十分钟我们就结束 有什么问题 我们在群里面再做交流 好 现在我stop share 请大家起立 好 起立 然后呢 你你最好啊 你能最好找一个 找一个地方 能够坐下来的 最好 如果你住在椅子上面也行 或者住在这个 盆腿住 盆腿住 住在住在这个 住在沙发上面 或者住在这个垫子上面 也可以啊 好 我们就住下来啊 住下来 好 我们坐下来呢 念的这个方法呢 就两个手放在这个习惯器的双方 好 端身正坐 杀和内收 两手掌心向对 缓缓上台 两手掌心向下 重递在一块 然后向左胸前 移到左胸前以后缓缓下压 下压的同时 耸肩 转头向右 眼睛看 鼻尖 跃停 两到三秒 转站 放松 肩关系下沉 两手左右两次四十五度角 缓缓上台 缓缓下落 录于两次三方 跃停 调匀呼吸 掌心向对 翻转掌心向下 两手掌重递 右掌在下 在右胸前 引右褥中心 按育 复骨骨 耸肩 转头 眼睛看鼻 跃停 转正 放松两肩 两手有两侧 缓缓上台 缓缓下落 于两下三方 飘匀呼吸 不断重复 左右重复 这个动作 为什么要临时地 加一个这个动作呢 是立春 二十四机器的 立春导演室 立春导演术 叫 D掌 NB 叫 D掌NB室 好 所以今天呢 我们就先学习这个 因为 前天 刚刚立春 四三号 今天是七号 刚刚立春 所以下面的这一段时间呢 那你每天 到这个雨水 集气 你都可以每天 把我刚才 引试给大家 看的这个功法 每天去练习一下 再带大家 练习一下 如果说视频断了 我们就断了 有什么问题 我们在群里面 做交流 然后呢 我们下个星期 同一时间 同一个频道 同一个联系 同一个密码 我们再见 好 大家跟我这一块 连续 连到什么地方 到什么地方 好 掌心向对 缓缓上台的时候 大拇指 眼动 意念在大拇指 大拇指 牵引着 我们的手臂上台 同时 中指 向无限远处延伸 手指引心包经 经期延导 手指引心包经 将中指 将整个手指 带动 延伸到天边 无限远处 大拇指向上 大拇指是 手天费精 能把我们的阳气 给提升上来 因为春 这个对应于干 春竹生发 我们人体的阳气呢 也要随着 自然界阳气的生发 而通过这个动作 延导上来 地掌 左手掌心在下 然后 两手 从地移到 左 锁过 终点的前方 沿走五中线 向下安 向下安的时候 为什么有耸心 就是